上海有座不通车的岛 也被称为国内长寿之岛 房价便宜 养老不错 你知道是哪里吗 那这座岛呢 面积比上海市区人工岛 复兴岛大150倍 是崇明岛的1% 不夸张的说 这里真的是像与世隔绝一样 因为这里没有大桥和工厂 也没有大型商场 或者是热闹街道 那说到这里 想必很多人已经猜到了 没错 已久是网苏朵 看这岛上的环境是真不错 还有专门的跑步道 哎呀 小狗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房子 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样子 这里的房子 感觉都没什么人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居门把萨呗 这个地方 一个人都看不到 这里晒着一些黄豆 这里还堆着一些地瓜 柯柯四方给的这种牢做的 那关于横沙岛呢 也在这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横沙岛原属川沙县 1958年也曾被规划到宝山县 也就是现在的宝山区 直到2005年才和好兄弟长星岛一起划归崇明县 那这个横沙岛的行程也是长江泥沙多年冲击而成 说的语言基本以崇明化为主 另外横沙岛最为称道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长寿岛 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夏季气候较之市区也会低两摄氏度 全岛绿化覆盖率70% 大气富氧离子含量为大都市的200倍 这上面是乌鸦还是什么 技术不错嘛 起出了一种电瓶车的感觉 你看这里看过去好多羊啊 对过来玩的 你仔细听啊都是咪咪叫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 因此岛上百岁老人占总人口之比 是联合国标准的四倍 好了朋友们经过了四公里的骑行 终于来到了横沙岛的海边 我们看前面啊 应该就是重启大桥了 这样看像两根筷子一样 这里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来的人还蛮多的 能看到海啊 一望无际 这真是非常美的一个构图 这个就是这里的网红景点 小白塔 说是像个塔 我感觉还不如说是一个小房子 横沙岛呢还享有天静 水静 气静 深静的上海市外桃源美誉 很多人会来这边度假 毕竟这里的环境 真的是相当灵光啊 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杂念 民风也都非常质朴啊 到了这里脑子里只管享受就对了 好了 现在来到了横沙岛的正中心 跟想象的也不太一样啊 也没什么人 这边看到了正中心的横沙岛工房 六七层的样子 问了一下居民啊 房价是八千一平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美食店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商铺 都很早就关门了 都下午三点都关门了 电视机修理 电脑 小商品 百货商场 正中心的一座桥 看路边这个大丝瓜都垂下来了 好多个 那里还有甘蔗 这岛虽然不到 但是这个岛上 街道上的这些门头啊 做的都很正规啊 一个一个很干净 但是这个生意呢 基本上也是比较冷冷清清的 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 横沙岛上面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也没有什么出租车和公交车 但是呢 可以租自行车来个环导游 当时 那是孤岛新乡荒野屋呢 阿库一举人堵屋 另外听别人说 横沙岛好像也是全上海范围内 最早能看到太阳的地方 如果你经历过充沛的话 可以过来欣赏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水杂 上面记得建于1963年 宝山县啊 那个时候还是 有点水香的感觉 这里 这里有饭店开着 一会可以考虑在这里吃 是卖蛋糕的 这里还有歌厅 很少见还有歌厅啊 晚上八点的横沙岛正中心 就跟上海凌晨两点差不多 一个人还能看到一两个人 现在是来到横沙岛的第二天早上 我们看到虽然岛不大 但是交通志愿者 还是有的 早上出来走一圈啊 空气非常好 很舒服 这一块就有点 比较偏的感觉了 都是农田 好 现在来到横沙岛上 可能唯一一个 比较拿得出手的景点啊 艺术田园景区 Welcome 这一大片这个田园啊 这里就是正门了 现在是3A级的一个景点 好 现在进来了 不要门票啊 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前面有一个很高的楼梯可以爬上去 好了 已经到了这个观景塔下面了 我们上去看一看 好 现在走上来了 好像很多形状还没弄出来 这里有个福字 这里不知道写的什么字啊 这边图办也感觉看到不是很清楚啊 大家欣赏一下吧 然后这一半也是啊 也有一个观景塔 这边一片麦田 估计也是还没有完全开发好啊 我也就不过去了 太热了 不高兴走了 好了 那么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之后还会有更多横沙岛好玩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大家敬请期待 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打个J位